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台大 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第二次的高碳排產業公正轉型調查 我們今天的調查報告的記者會 順便要做對總統候選人的一個 對淨淫勞工的政策服務 我們就先來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的講者 我們這個就是台大風險中心 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 跟富邦金工跟富邦文化基金會指示底下 我們進行這樣的一個調查 我們這個調查 今天一開始 會請我們的王位跟博收研究員 來做這個調查的一個報告 大概15分鐘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 就是特別請到那個 政大法律學院的林家何教授 那他是劉德對勞工法的議題 非常熟悉 所以我想說在整個台灣 外面對進行轉型 我們特別請到他 第二位 第二位被接續發言的是 就是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 鄭中瑞理事 那中瑞他基本上就是年輕年的代表 我想我們進行面對青年世代 影響非常大 那接下來我們會再請王位跟博士 來進行一個相關的這個調查 然後最後一位我們就是再請到全國產業總公會的代國隆秘書長 來對整個形勢來跟大家做報告 報告完一輪報告完我們就來大概40分鐘我們就開放給媒體朋友來問答 然後我想今天看了記者會的名單 有幾位都是這個傳播界資深的主編 或是說這個同仁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調查 我先大家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調查是今年的10月19號到10月23號進行 總共有521份的有效問卷 那我們是針對高碳排產業 透過這個台電能煙局跟我們計算出來的碳密集度 電力密集度 從碳排總用電量加上電配佔成本比例的指標 衰選出這些產業高碳排產業 那員工大概有百分 受訪者員工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主管大概有百分之二十 經濟人大概百分之十 那總共照調查的母體總共是62979家 那在百分之九十五星星水準以下 抽象物質要比為10.28% 然後我們總共有效問卷是521%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整個調查的數據的重點 我想我們都已經也公佈在工程中心的網站上 各位記者同仁 媒體同仁可以上去看 然後我們也提供 基本稿後面也提供整個調查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摘要 接下來我們就請王輝跟博士同仁進行報告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由我來報告一下我們這次調查的一個結果摘要 在開始之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都是跑這線的記者 所以你們應該都知道淨零碳排 政府淨零碳排政策是什麼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說 你們只要不同線的記者有可能 或者是說你們一般接觸到的朋友 就完全不知道淨零碳排淨零是什麼 可能低碳有點聽過 可能減碳什麼綠經濟有點聽過 來淨零政策這件事情 對台灣這麼重大的事情 很多人都沒聽過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的調查應該會有七個比較重要的發現 它會帶來蠻重要的歧視 第一點就是我們調查的對象 就是陳如老師剛講 我們已經是針對台灣的 高碳排產業的從業人員跟主管來調查的 也就是石化業、鋼鐵業、運輸業這一些 本身高碳排產業的 當我們調查之後 你了不了解政府的淨零政策 有一半的人還是不了解 那更不用說一般的民眾了 如果以我小小的個人經驗來講 只要不是我們同溫層裡面的人 完全都不知道 那這個高碳排產業裡只有一半的人知道 我想這個是非常要強調說 我們政府未來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真的在這一塊裡面的公民的資訊的揭露 應該要有一個比較系統性的 好好的來揭露 來轉譯我們各種淨零的研究 那否則的話 為什麼 這個在淨零碳排的這個政策路徑下 雖然那麼多人都不曉得 淨零政策到底在幹什麼 可是講到未來要減碳的這個 淨零碳排路徑 我們把它這個就是具體化說明 這是台灣的淨零 這個未來要減碳90%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 大家都知道淨零 簡單講就是2050我們也要減碳90%以上 那受訪者中其實有百分之 將近七成的其實擔心戶下漲漲 那超過一半的擔心油價上漲 超過一半的人擔心貧富差距增加 超過一半的擔心公司經營困難 也有四成四的人擔心這個淨零政策 會讓台灣經濟變差 請注意這都是高碳排產業裡的人而已 他們竟然有百分之四成四的人擔心 台灣經濟將來會變差 那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呢 我們真的是呼籲政府在這些產業經濟 跟社會的衝擊研究 不只是研究而已 我相信政府會有很多很多研究 但是這些研究應該要認真去想讓它轉譯 傳步破綻到社會大中容 大家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一個很好的傳戰方式是 應該是正面跟負面都要去表列它 就是說到底這些淨零政策 除了那個減碳啊 看到這些國際政策之外 它有什麼正向的效果 至少我們連結到國際社會上 這是國際都在談的事情 至少它增加了企業競爭力 因為企業要面對C-BAN這些問題 但是也要重視負向表列 就是說它到底會有什麼衝擊 那我們政府已經做了什麼準備 我覺得這都是將來第一點 裡面給我們帶來的政策啟示 那第二點的話呢 是有五成的受訪者 將近五成的受訪者擔心 未來這個減碳責任 會轉嫁到基層員工身上 那在最擔心 在這些擔心的人裡面 我們又發現青年跟女性的從業人員 其實更擔心這個責任轉嫁的情況 然後有77%的受訪者知道 公司推動這個淨零碳排的話 其實是會減少下一代面對汽油的衝擊 接著要到關鍵字 青年、女性還有下一代的這些關鍵字 其實這就跟這兩年的COP27跟28 著重的重點呢 也是不謀而合的 這兩年裡面呢 青年在公正轉型 下一次待在公正轉型 以及今年談到的女性、原住民 各種弱勢族群、多元族群的公正轉型 在今年很大量的被討論 顯示到這一點呢 我們也是應該要特別去重視 在我們整個職場上面對公正轉型的一個狀況 聚焦在這三方面 青年世代大家也知道 因為2050的這個淨零目標 到時候其實現在還在當學生的 未來就是2050的主力 他們面對的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環境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非常的憂慮 應該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那第三點發現呢 就是在我們現在最近開始要徵收的碳費 我們已經宣誓要徵收的碳費上面了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產業 如果它是能夠對民生經濟很重要 它能夠支持我們GDP成長 它能夠提供大量就業的話呢 我們其實可以考慮給它碳費有優惠 但是如果它是高污染的 它有環保違規紀錄的 它的減碳成績呢 不佳過去都不太減碳 其實我們就民眾 這個受訪者是不太支持 可以獲得碳費的一個優惠 那也都支持碳費呢 應該要更多的用在協助中小企業 跟高碳來產業轉型 以及協助勞工 獲得低碳的技能 那以上這幾點 真的是要給未來碳費規則的決策單位呢 可以進行參考 哪一些 因為所有的企業一定都會想要得到碳費優惠 但是哪一些該獲得 哪一些不該獲得 我想這裡已經從我們的這個受訪者調查 已經很清楚了 那麼第四個發現就是呢 台灣我們很慶幸的是 我們目前的高碳排產業沒有顯著的被污名化的現象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發生像國外覺得說 這個煤炭工人拿這些 他們在社會上是比較被歧視的 我們是沒有這個現象 但是呢我們卻有高達72%跟85%的受訪者 其實是希望呢 要求政府在推動這些高碳排產業減碳的時候呢 應該強調 這些高碳排產業 過去到現在對台灣的經濟是有顯著的貢獻的 然後也釐清高碳排產業不等於高污染產業 我覺得這一點去做出區隔的時候 或者在政策上去強調這一點再來談減碳 對政策企業產業的溝通 社會溝通是會有幫助的 讓他們先知道說 我不是用減碳來否定掉我們過去的貢獻 那麼第五個是 我們淨零碳排放政策呢 在這些受訪者有高達九成的 都強調在規劃的階段 就應該納入中小企業的意見 那事實上調查也是非常高比例 都在七成八成以上 他們覺得在淨零碳排政策上 的這個參與跟機制都是很缺乏的 那八成的受訪者認為 如果淨零碳排政策造成企業或員工的損失 應該是政府、老闆、員工三方 共同來決定對策的 這高達七十七點五 所以這一個機制是 我們也是呼籲應該要積極的建立的 那麼第六個發現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些受訪者中呢 都認為應該更多關注在中小企業 以及補助職業訓練找到轉型的工作 高達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呢 政府應該全額的來補助職業訓練 來讓他們適應未來淨零碳排 可以新產生的工作 然後有八成的認為 政府有責任在職訓以後 要去媒合這個勞工跟新的工作 未來在我們淨零碳排整個的產業結構下 會有非常多新的工作產生 但是也會有一些工作是未來就是會逐漸消失的 那在這裡怎麼轉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需要更多的來輔助從業人員去找到 轉型可以適合的工作 並且立專法來進行補償 那最後呢 這個其實我們整體的企業 剛剛可以看到 我們都有高達五成的不知道 經營政策是什麼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另外一個調查數據是 我們台灣呢 其實企業百分之三十的受訪者認為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受訪者知道自己的企業呢 是已經在進行投資設備以及低碳轉型 但是高達百分之八十四呢 認為自身所屬的企業沒有每年設定減碳目標 那這可能有兩個是他公司有設但員工不知道 第二個是他就真的不知道 而這兩個不知道呢 其實都不利於我們整個企業在推動減碳的時間 那我們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有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TCFD的另外一個企業調查 它也顯示說其實台灣只有兩成 跟上國際的這個TCFD 也就是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的這樣子的一個揭露的一個參與 只有兩成有參與 那這其實都是表示我們整個政府啊 都應該更多的來協助我們整個企業界 來對這個整個未來我們近零也好 永續的這個趨勢所會產生的轉型危機呢 來做出回應 那以上呢就是這個今天的七點的研究發現 那我這邊再總結一下就是 第一點我們在強調說 目前的受訪者裡面 其實還是非常多不曉得政府的淨零政策 那麼特別是工資年數這個這個工作之前的 這個青年世代跟女性呢 尤其擔心轉嫁 在這個減碳的責任會轉嫁給員工 那第二點就是 應該要強調過去高碳排產業對經濟的貢獻 然後高這個高碳排產業並非高污染產業 這兩點之後 這樣子來進行減碳的政策 會更有利於社會溝通 以及對他們產業上進行的溝通 那第三點就是基層勞工表達意見的管道 應該積極的建立更多的基層勞工表達意見管道 以及政府主管以及員工的共同決策機制 那第四點就是 應更關注在中小企業 以及中小企業 跟所有的這個補助職業訓練 所有的勞工和補助職業訓練 以讓他們獲得低碳工作 能夠從事低碳工作的技能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碳費 應該要用在這個企業跟社會上面 更多用在這上面 那麼建議能夠成立氣候社會基金 或是公正轉型基金 來協助將來剛才上面講到的這一屆的推動事項 好 以上調查結果做一個非常簡要的報告 謝謝 好 我們就謝謝黃雷敦博士 這邊我在做一些summary 我們上次5月進行TCFD的調查的記者會的時候 當時是有強調 或是說各位記者朋友都可以看到 這從2021年起因為C-BAN的關係 或是因為這個金控或是製造業上市會公司 都重視所謂的氣候財務相關解錄報告 所以現在企業界有關的碳的管理 ESG 碳盤查的課程非常多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說 為了因應C-BAN 或為了因應美國的清潔競爭法案 就是CCA 企業都動起來了 企業都動起來了 大部分的企業都動起來了 尤其台灣主要有外銷出口 但是現在的下一步 我們今天調查的意義就是 要把從企業動起來這個角度 挪到跟勞工一起 就是簡單來講說 淨寧轉型的焦點 要變成是企業跟勞工雙主軸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勞工非常重要 因為勞工是企業的一個主題 所以勞工如果他在整個轉型的過程裡面 產生適應性或是抗爭的話 其實是不利於轉型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從這一項的一個調查 一邊看到這個端倪 我們呼籲就是說整體國人或是政府的政策 或是產業企業裡邊也要去重視跟勞工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來是一個企業跟勞工雙主軸的一個 淨寧轉型的一個過程 所以行政院能解 這個去年底的3月的這個2050 淨寧台灣淨寧碳排架構 只是框出了一個大的我們的這個 roadmap 我們的發展路徑 但是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 所以我們特別今天強調 企業跟勞工雙主軸來作為淨寧轉型 然後聚焦在這個公正轉型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當然 勞工方面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公正轉型的一個架構 好 那我接續那個這個 這個阿倫哥博士在Summer里集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在看這些議題 我們會從整個所謂的公正轉型的這個正義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會看到所謂的分配正義 程序正義 補償正義 肯認正義 還有世代正義這五個角度 所以一開始我們的調查就看到了 就是最重要的 一開始是在風險意識部分 就是有接近五成的受訪者不清楚政府的進行政策 那所以這個勞工轉型衝擊意識博弱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 因為包括聯合國的UNESCO 當初二零五在頒布有關相關的新興科技 包括基因科技 神務科技要進行調查的時候 都會要求各國政府應該要去提升 你們各國民眾對於相關的科技風險的意識 那這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勞工未來會面對的進行 包括產業要開始收編 或是產業要開始轉型 甚至他會遇到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如果他是一個電動運劇的產業 他的修車的技術修車廠 這些都會影響 那還有能源貧窮的問題 所以勞工的意識越來越薄弱 形形的意識越薄弱的話 未來他遇到這個靜寧的事件的時候 他沒有做準備 到時候就會產生抗爭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特別 那在世代正義方面 就是剛剛我們王國社特別講出 我們在調查裡面看到 就是說青年世代跟女性世代 女性特別待遇 留轉嫁責任 減碳責任轉嫁給勞工 所以這個是世代正義方面 我們特別要強化 那世代正義 待會兒就是我們中壘 我們新年九五勞動聯盟的正義士 會特別在強化 那在肯認正義 我想剛剛也特別說明 我們台灣社會 並沒有對高燙產業有一個無名化的現象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台灣良善的一個社會基礎 我們政策上應該持續規劃預防性的措施 那特別剛剛有特別提到是說 你在整個轉型的過程裡邊 可能要把高燙牌產業跟高污染產業 區分開 這是一個重要 那特別在所謂的整個這個公正轉型正義裡面 特別強調這個程序正義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 缺乏政府主管跟勞工良好共同的決策 其實目前就是這樣子 那你然後也缺乏基層勞工表達意見的管道 那基層勞工的意見也沒有被考慮了 我想待會兒那個我們戴國隆秘書長 特別會強調這一塊 那這個問題就是現狀都這樣 那遇到靜寧碳牌那種轉型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特別是說有工會法的限制 30人以下不能抽出工會 還有目前工會覆蓋率只有17%的問題 那我這邊特別要呼籲 因為待會兒 待會兒民主黨可能會從工會的角度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都會面對ESG 所以裡面現在歐盟的永續分類標準裡邊 它坦的不會只有Environment的那個永續 六項永續經濟活動分類 它面對它慢慢位移到S的部分 ESG的S Society 那 Society 就是說你公司對你的勞工的權益 跟在轉型過程你對它的照顧 或是你對它的這個各種福利 包括女性生育 包括這個勞工的休假 勞工相關的申訴管道 這個會被評比 尤其現在在國際的產業競爭裡面 ES這一塊一定會被評比 它會連結到你們公司的Government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會特別連結上 就是要在程序爭議上面 我想產業界的同等 可能要特別來注意這一點 尤其我們現在的整個 這個溝通機制 覺得這個溝通機制 包括這個所謂的公家單位 或是說政府單位所協調的這種溝通機制 已經不太非常好 那公司內部的溝通機制 這個部分可能也都是需要加強 加強這個員工在S的部分 社會的公平、轉型、招呼、福利、權益 這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補償正義 補償正義我想我們非常高的受訪者 認為靜寧政策要多關注中小企業 各位知道我們有157萬家的中小企業 那裡邊跟靜寧非常相關的 有16萬家是製造業 那這些製造業裡邊有一些是台灣重要的供應鏈的上游廠商 所以這邊中小企業的這個關注度應該要拉高 然後另外當然就是剛剛特別調查 報告指出的要補助協助低碳機能職訊 然後協助社區的轉型 特別有強調補助弱勢 那設計專法進行比喘 我這邊特別要強調 我們還是會建議 因為我們達到風險中心 我們會建議政府要進一步 把碳廢的機制轉型到碳稅 因為碳廢的機制它目前是 它的使用是放在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3條的第13項的範疇裡面 那有一個公正轉型的一個應用範疇 可是問題碳廢的現在適用的對象 跟適用的規模 還有它的這個使用的方法 要各部會來申請 這都不利於是說 在禁營轉型裡面產生的社會衝擊 勞工衝擊 或甚至是說生態衝擊 或甚至弱勢的衝擊 比如說能源貧窮的問題 運輸禁營這些產業失業的問題 運輸產業勞工失業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提升到碳稅 由財政部進行統治統籌 所以要從碳配提升到碳稅 然後在這個架構底下呢 進一步成立公正轉型基金 或是氣候社會基金 那行政院現在的規劃 可能未來會成立公正轉型基金 我的預測 那這個部分因為它的使用判籌 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是這個角度 那我特別最後要強調 就是說我們這個學術調查 為什麼要來做這樣的一個記者會的發佈 因為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預警性的一個 學術研究成果的一個警示 那現在從去年的這個 2050基金探牌之後 就是行政院框架的12項戰略 那各部會已經都開始 根據這12項戰令去做各種溝通 而且都大概都是一場次兩場次的溝通 那我們理解這是非常不夠的 那我們從台北保證中心的角度裡面 我們建議政府 我事實上也透過一些管道 建議政府應該要強化 整個台灣淨營碳排在結構性轉型 裡面的學術研究 社會研究 勞工研究 產業研究 這樣才能夠真正框出抓出問題 那框出抓出你才能夠真正進行溝通 否則現在鋪了這麼多溝通的預算跟執行下去 有時候不見得是能夠真正溝通到對象 那我們黃麗根博士 就是他的博士頓 我其實就在寫那個2018的 這個柴油大貨車的這個抗爭事件 當時環保署其實是有找很多柴油的行為來溝通 但是沒有溝通到真正的個體戶 真正的這個個體的司機戶 所以你一邊的補助 補導 這裡面產生衝突 後來才產生很大的抗爭 後來讓這個孔瓦的修法又往後退 所以這邊我特別要最後來強調這個 應該要進行大量的社會科學的一個調查 來對產業 對勞工 對台灣整個經營各個面向 進行一個全盤的了解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林家和教授 好 大家好 各位朋友 很感謝我們研究團隊周慧原教授的邀請 我想剛剛周教授以及王博士剛剛的報告 談到 已經談了非常多了 他們除了透過問卷了解台灣社會行動德 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事實上也舉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 那些具體的建議 我個人其實都非常的贊成 那我們有一句話說 只要談到任何改革 任何變遷 任何加上後什麼的 倒楣遭殃的都是老公 所以今天面對一個不得不 不管對於所謂的環境正義等等 的主張來自的這種進林排探 排探進林公正 轉型 那如何公正 如何面對像勞動者這一塊 要有什麼樣的對策 我想團隊在一個非常厚實的調查 跟研究基礎上提出了 我個人都覺得政府部門 乃至於社會各界 我想都應該要去關注的 對我而言 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 如何真正的不但轉型 而且公正 到底在政策方面能夠做什麼 有別於待會兩位好朋友也是在這個 領域都非常長久經營的一些夥伴 跟他們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就比較聚焦在勞動市場 政策的這個角度 也就是說在過去面對類似的問題 如果你非得要例如基於技術變遷 其他的政策目的非得要轉過去 非得要轉過去 因為人類歷史經驗顯示 單單為了勞工的利益 基本上不足以抵擋 例如結構性的時間已到的重大改變 1970年代在德國 那麼最重要的反對廢核運動的是 核能電廠的勞工 那任何改革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他們有時候並不是真的反對 例如廢核 或例如在台灣的監營盤 排難進行的那個環境政策 他們不是反對那個 而是擔憂自己的工作不保 擔憂自己的勞動命運何去何從 所以重點就是說 我們如何在這兩天達成平衡 對我而言永遠都可以追求平衡 永遠不能夠流於端點的光譜 的任何一個端點 所以一般在積極跟消極勞動市場 政策方面 我們有所謂的兩大主軸 一個叫勞動促進 一個叫就業促進 一個叫就業促進 勞動促進就是說 針對可能被波及的勞工個人 就業促進是如何穩住他的勞動 不管他的勞動是繼續待在原部門 歐洲跟台灣我們叫雇用安定 或是讓他能夠順利的移轉到一個 新的企業甚至新的部門 這兩個在勞動市場 真正上台灣過去面對類似的問題 最後都只停留在我們所金錢的補償 換言之事後端點的補償 我們並沒有對就業留有太多的安排 所以我會提幾個比較具體的 也是其他國家在面對歷史的問題 經常談到的 第一個我們應該有一套機制去改變解雇對象 改變解雇對象的選擇 這個產業不會完全消失 但他會有許多因為要進行排斷 他會有許多的勞動力 因為生產組織的改變而失去 所以如何正確的選擇跟改變解雇的決定 報告人數報告對象 這第一個要面對的 第二個是如何升級 如何讓原來的這個所謂高污染產業 如何的平行 如何的垂直 如何的在符合這個環境政策目的之下 有華麗的轉身 而這個轉身一定會牽涉到勞工 不管是透過一定的職業訓練 不管是透過一定的對話轉換工作 各式各樣的機制都可以來面對 如果可以轉型 一定要轉型 勞工如何安排 第二 第三 各國經驗都顯示 那麼國家跟地方的資源政策手段 一定要有一個順利的搭配 別忘了很多勞動者 他的在地性非常的強烈 高污染產業有強烈的在地連結 一定要讓他在地找到工作 一定要讓他在地能夠兼顧家庭 兼顧社會生活 而不是跟他說你自己去找工作 如果在地沒有其他的安排 我想就這幾點簡單的分享 我個人非常贊成 非常肯定 我們團隊提出的一些建議 值得社會各界的深思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謝謝 各位明語 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青年勞動局委員工的理事 鄧瑞 很感謝空檢中心 今天公佈這個非常重要的報告 調查報告 就我所知其實 這幾年 台灣講的今天排放講的工程轉型 其實講的不少 願景目標也很不論說 但是實際上對於 在勞工 廣大的勞工 怎麼去認知 工程轉型 經理排放這件事情 其實 經驗調查 真正夠紮實的經驗調查 這只有兩份 一份是今天這一份 另外一份就是 我已經去年 去年公佈的高坦白產業的調查 就是非常理解 非常重要的材料 那我覺得 看今年的 今年的調查結果 我自己最在意的 其實還是今年 還是有將近五成的勞工 其實是 五成的高碳排產業老公 五成的高碳排產業老公 它其實 並不清楚 政府的 進行相關的政策規劃 當然 比起去年 去年的數字更驚人 去年是有81.2%的 高碳排產業老公 完全不曉得 我幾乎完全不曉得 政府的 進行排放政策 其實今年的 比例 有顯著的下降 但是 你如果考慮它 是高碳排產業的話 可怕將近五成 還是太高了 還是太高了 那 這個 怎麼去解釋 有即便在高碳排產業裡面 還是有將近五成的勞工 它不清楚 政府的經營政策 那 我個人的解釋 我認為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它反映了 台灣長期以來 國會組織力 組織力低落 所謂的問題 這樣 那 你今天要做社會溝通 或者是你要做政策的複打 其實 如果你今天面對的這個受動 它是 一片散沙 完全沒有組織 其實這個觸及 還有溝通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 勞工在台灣 它低度組織的情況之下 就會增加這個觸及 還有溝通成本 那 比到就是說 其實像 這幾年在講 其實各國也 其實 不管在哪個國家 不管在哪個國家 勞工絕對都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但台灣在這個 勞工低度 公會組織力 極低的情況之下 其實 溝通的難度 會更高 那 尤其在 勞工公會組織力 已經低的情況之下 那 正在青年的立場 要特別再提的就是說 台灣目前這些 如果我們看 產業公安 企業公安 還有公會組織力 剛過8% 8% 但是比較主持的勞工 其實還是在公共 大型企業 那在四部門 和中小企業的勞工 其實 公會組織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可以想見 可以想見 真的產業遭遇 巨變 巨大變遷的時候 最容易受到傷勤 最脆弱的 絕對就是在四部門裡面 四部門裡面的 中小企業勞工 那 台灣的目前極力勞工法治 對於 中小企業勞工的組織 尤其尤其不利 比如說其實已經被 公務局批評非常久的 30個人 超高的公會發錢門檻 以及 30個人的公會發錢門檻 如果你是企業公會的話 你是一個企業 你就表示你在這個公司 勞工沒有30個人的話 你的公會就不能組 那當然現在我們有了一個 產業公會跟職業公會的選項 但是在團體學業的資格 其實產業公會 和職業公會的門檻 其實非常非常高 就是 具體舉例的話 假如今天是一個 一千人的公司 這 一千個勞工 他要組成公會 30個人可以組 企業公會 那30個人也可以組成 產業或職業公會 但是如果是企業公會 他一成立 就有當然 這個產業學校資格 但是你如果是 產業或職業公會的話 你必須這 一千人裡面 有超過五成 就是至少五百零一個 五百零一個 加入你這個產業 或職業公會 你職業公會 你職業公會 所以這個團協的門檻 巨幅落差 那以至於 變成 在中小企業勞工 你台灣的整個 產業結構 他比較有機會組成 和加入的 其實是產業公會 但是他們非常非常 難以取得 團體協商的資格 那你當 勞工沒有 這個工具或武器 能夠後衛或團體協商 來介入 我提早知道 就是企業資方 他在整個轉型裡面 部署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高的可能性 就會發生 如果不幸的話 可能接下來幾年 我們會看到 在這些高產品產業 出現越來越多 像台灣80年代目 就能夠出集中起 職業這種傳統產業 勞工今天到了工廠 到了公司 發現鐵門拉下來 然後部署跑掉了 然後就會非常劇烈的 看不怎麼樣 那其實 這個也不是還沒發生 就是過去幾年 包括剛剛 祝貴廉老師 還有黃莫瑟提到的 這個 柴油車 以及目前其實還在 進行中高雄大社公益區降邊 以及2016年 彰化台化廠的官場 其實都發生了這個狀況 都發生了這個狀況 那我個人不客氣的批評的話 尤其在 台化 彰化台化廠 還有 大社公益區降邊 我們都看到了 政府和 資方的怠惰 你明明就知道 他得要降邊了 得要簽了 知道得關了 但是你就是不作為 拖到最後一刻 然後把勞工推出來 到馬前租 然後來說 就是要顧工作 就是 這個 不能用環保來 活動農工工作權 這個是非常非常 不負責任的做法 而且其實也是 治人工生肌 完全與不顧 所以 那最後最後 除了 在 工會組 台灣集體的勞工法 其實有必要大修以外 因為 今天是今天代表 所以有必須要特別提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大家這兩年 也都不斷說 我們進零以後 產業轉型以後 其實會有非常多的 新的工作職缺開出來 但是 我們如果去看 十二項關鍵戰略裡面 其實人力規劃 並沒有被當成一個 獨立的事情 來提出來講 當然有非常多新的技術 然後 在每一個 戰略裡面都會提說 會有新的職缺 會有新的機會 但是 如果是這麼一個巨大的轉型的話 其實 人力規劃理論上 應該要被提出來 然後作為一個 獨立的關鍵戰略來處理 而且他必須要 跨過會的來協商 那甚至 大家如果看十二項關鍵戰略裡面 沒有一項是教育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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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這兩年來 台灣的旋後落差 其實已經被批評得非常嚴重了 那 如果在 這個節骨眼上 我們台灣的人力規劃政策 沒有重新讓它跟上 那我們大概可以預見 就是讓流動市場轉型更大的時候 這一個旋後落差 本來在台灣技職 還有這些 訓練體系 就已經存在巨大旋後落差 它可能會更擴大 那這個絕對也是不利於整個經理的進程 以上發言 謝謝 好 那個 謝謝 好 謝謝那個 鍾瑞理事 非常的精闢的 那個 那 我們還是請問 可以 好 大家好 我在這裡有兩點的這個建議 第一點就是 政府呢 應將強化台灣低碳高附加價值的經濟發展 然後讓勞工能夠從事這些低碳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以對抗綠色統統 那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呢 公正轉型這件事情 你可以有點視為我們整個社會問題的放大景 它其實有時候會放大一些社會問題 比如說我們寄存在上面 剛剛像忠祐在講 青年世代它面對的資源緊縮 或者是我們寄存的一些勞資關係的一些矛盾 這兩件事情在公正轉型下都會放大 所以它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企業的資本率的過去40年都成長 但是薪資的GDP佔比就會下降 經常性薪資也下降 白話的講 就是我們企業過去是很大的賺錢 但是薪資上升呢 比不上物價上升全晚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其實中研院的楊子廷研究員 過去有一個研究 他發現說這個的核心問題是在 台灣過去的GDP成長 都奠基在生產 也叫低價低附加價值的產品 也要解決這件事情 這也呼應了周老師的經典研究 就是我們過去的核色經濟模式 那怎麼解決它呢 淨零四門好生意啊 低碳經濟是全球歐洲美國正在做的 所以我們只要讓勞工能夠得到很好的人力規劃培訓 讓他們加入全球的這個低碳產業裡 而不是落後去做那種低附加價值 還要課一大堆碳代價碳成本的產業的話 適當的藉著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整個產業升級 能夠徹底的至少給我們的整個薪資 以及青年世代的低薪問題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起始點 當然它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但是它是一個關鍵 否則的話 我們的青年世代資源集所 跟勞資既有的這個關係 可能會更加惡化 但是藉這個機會如果產業升級 我們可能可以進行得到一個很大的發展 第二點就是呼籲呢 這盡速的啟動呢 跨部會的任務導向的工作協調的機制 這點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說政府不要會休狗聊了 才去這個部會才緊張到 喔原來這件事情跟我淨寧有關係 怎麼說呢 我們過去看到現在是環境部 經濟部因為管能源嘛 就意識到說淨寧 其實這兩個就一直在淨寧啊低碳 我們都知道他們是比較懂的在做 然後因為太陽光天的關係呢 農業部也漸漸就知道就進來了 然後因為這個又燒到了這個 內政部跟國土的時候 內政部也開始談了也知道了 好像都是到會休狗聊到社會再講的時候才進來 但是我們是知道勞動部今天的重點了 勞動部是不是要 已經要提前要進來 要更多去講出來他在這方面因應的政策 那衛福部 全球在COPE裡面都已經在強調 整個球變成對我們衛生健康的整體的影響了 那衛福部在這裡好像沒有角色 那財政部未來轉型成探稅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規劃要怎麼樣 那角色我知道也是比較都在等著看 或者是說等上面的命令 所以這種跨部會寫要機制在院程級的 真的要進速的啟動 那我特別要強調一個角色 數位發展部在淨寧這邊真的也是要進來 因為全球的數位永續都搭建在數位的分析 以及未來的這個方面 數位發展部絕對不能置於這個之外 像我剛剛講到的發展低碳高附價價值的經濟 韓國在做不是只有製造業 是服務業在發展數位永續低碳的這方面的經濟 這方面數位發展部真的希望多多去規劃 因為我們雖然我們經濟龍頭是半導體產業等等 但是我們的服務業已經是從業人員最高比重 而且還面臨低薪的節奏性問題 在這邊的話 讓他們轉型成這個數位的低碳的高附價價值的經濟 我想是數位發展部份是責務旁貸 那在這裡面跨部會的這個協調工作項目的機制 真的希望呢 個人是知道很多部會努力去做跨部會協調 謝謝 那我們就最後請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帶郭文貴先生來 各位媒體 郭文貴先生 我想剛剛研究團隊跟幾位專家都點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也提出了七大的一個政策呼籲 那在公會的立場 我們認為在推動進行轉型過程裡面 怎麼樣避免減碳責任轉嫁給勞工 那如何確保勞工的工作權益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執行面的部分 我們如何來落實公正的轉型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第一個我們是仿銷歐盟來成立基金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要補助受影響的產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 弱勢族群跟勞工的部分 來協助產業的轉型跟勞工的就業 那第二個在資訊充分揭露的部分 我們提出政策透明化 那例如政府在宣示了2030年 減碳目標是4%正負1 那在政策透明化的部分 特別要提出來可測量指標的部分 也就是在未來應該要去揭露 各行業具體的階段性的減碳目標 以及它的一個方法 那在資訊充分揭露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勞動教育 將ESG列入勞動政策的核心課程 來凸顯轉型的重要性 那第三個部分 最關鍵的有效社會對話的部分 利害關係人他有資的權利 那也要有一個反應意見的管道 那為了實踐所謂低碳的生活 不管在經濟轉型能源轉型 或者生活轉型的減碳過程當中 它勢必影響到國人的工作生活 跟消費的一個模式 所以針對社會對話的部分 我們第一點建議是應該 成立專責的單位來推動社會對話 也就是利害關係人的一個對話 來處理問題解決問題 那第二部分在產業面的部分 理想的社會對話的架構 它應該是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個是全國層級的勞資政的三方對話 那第二個是行業別層級的勞資政對話 第三個是企業層級的勞資對話 那就公正轉型過程當中 特別強調盡可能不遺落任何人 那就針對產業面目前可以去積極推動 我們建議就是行業別的勞資對話 來簽訂團體協約 那這個部分 工會的部分也包括了職業工會 應該要納入 那主要考量當然是 國內的企業工會的覆蓋率偏低 例如我們看到了高碳排產業的電子業 它包括半導體業面板業 它並沒有企業工會 就需要推動行業別的一個勞資對話 那例如內政部主管的建築營造業 它是屬於一個產業鏈 它涵蓋上中下游很多的行業 但是它只有部分的職業工會 多數是沒有企業工會的 那就這樣的一個行業屬性 我們認為就需要進行多行業多層級的勞資對話 那透過行業別的社會對話 來簽訂團體協約 它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勞資可以共同制定 減碳的標準以及方法 那目前的進行轉型過程當中 勞工的參與是很少 那我們認為應該要透過行業別的一個對話 勞資共同來制定簡單的標準跟產型的方法 那第二部分 它也可以達到所謂的資源共享 也就是透過行業別的勞資對話 可以讓整個行業在職勞工 它銜接新職務的訓練計畫 技能培訓跟證照的取得 可以做達到一個資源共享 那第二部分就是轉業勞工的 再就業及安置的部分 也可以做到資源的共享 來降低行業轉型過程中 避免勞資的對立跟衝突 那當然推動行業別的勞資對話 政府扮演一個關鍵的一個角色 我們認為在做法上可以採取幾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由政府來輔導成立行業別的工會 進行對話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可以以九大工商團體 轄下的工協會為基礎 成立對股的工會組織 那第三個部分 我們可以仿效美國由外部工會 進行企業勞資協商的模式 甚至於可以由外部工會 來進行行業別的一個勞資對話 那第四個部分 由行業內的各企業推派勞工代表 進行行業別的一個對話 那當然以上這四種模式 它必須要制定相關的程序及規範 那也取決於雇主團體的態度跟意願 所以我們是建議可以針對有意願的行業 或者指定行業來示範行業別的社會對話 那當然如果進行成功的話 再擴起全面性的實施 那第四個部分 人才培育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是制定各行業別 短中長期人才培育的計畫 那當然它需要是跨域的人才 可以指定訓練機構來辦理 也可以通過產學合作 那納入大學的正規學程等等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加速人才的養成 包括碳排查顧問師的養成跟認證 那也包括企業員工 企業工會 職業工會總子的培訓 那包括大段院校推動跨領域的合作學習 來協助中小企業碳排查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必須要充分的師資跟足夠的一個教材 那當然就長期來看 就國家整體人力資源的規劃及發展 完成的教育體系的人才培育計畫 怎麼樣讓大學的人才培育和產業的無縫接軌 唯有做到這樣子 台灣才能夠順利達成2050進行的目標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代秘書長非常緊急的跟您深入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放給記者同仁來發問 那請大家就麻煩先簡單的想一下您是哪個單位 然後我們這個發問我們開放 我們那個另外問卷的設計者 那個便宗沛老師他也在現場 如果說有什麼問題也可以來請教他 那我們就開放給記者同仁來發問 就剛剛因為剛剛那個代秘書長這邊 跟那個中瑞理事長這邊都提到很細部的 有關勞工權利還有公衛組織 尤其在人才培訓這一部分 我想這個我們在講說台灣過去的整個經濟發展 其實在環境跟勞工權利整個部分 總量上是被犧牲的 所以我們有寫篇文章叫犧牲的體系 那這個當然面對這個禁令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那這個地方是需要媒體朋友多來推播 因為他會建造很多細部的政策的未來的設計 跟執行 那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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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你 國際資訊中心的基金經濟會員 想請問一下 因為 現在有一些數字對比去年其實是下降的 例如說就是 受訪者對於這個專門徵策 去年可能是過80%的 當然今年就是接近五成 然後還有就是 受訪者他們會擔心這個責任會轉嫁到 員工的股份也是下降 有沒有可以解釋得到 他們其實為什麼這個數字會下降 就是就是相隔一年 因為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去年發布了你們的數據之後 其實你們有沒有結束到不同的政黨 跟就是政府部門 他們都有回應是什麼 謝謝 好 我們再 可不可以再多蒐集一兩個問題才來 沒有的話我先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去年的數據就是說 勞工對於敬寧的意思 應該是說高達80%左右 我有看數據的話是不知道 今天稍微下降 就稍微有故事 我想是跟這一年來 因為其實 台灣社會其實應該是蠻活躍的 現在其實企業界還有各種倡議 各種競賽都一直在推動競運 所以我想 因為調查就是一個general的印象 我想那針對高端買勞工 他們應該是有catch到這樣的一個資訊 所以數據是下降 不過這個下降不代表是說他們完全的了解 因為像我們最後報告的時候特別提到是說 我們有一題特別問到是說 非常多的勞工不了解他們公司是不是有減碳的政策 或是有低碳的技術或低碳設備的轉移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我們的政策不清楚 政策不清楚 那我們在另外一份就是氣候才會相關節奏報告 今年6月的那個報告 就TCFP的調查裡面 也看到一個很類似的一個現象 就是政府的碳定價政策 碳費的政策 尤其現在碳費到底要訂多少 還有它的期程現在出來了 說後年1月1號要開正馬 以明年2020的碳盤查為基礎 那這個政策第一個路徑太慢了 第二個就是說政策不清晰 到底你碳費要怎麼走 然後碳費未來要怎麼提升 這個會讓勞工 因為公司沒作為勞工更不清楚 所以即使是說 越來越多勞工知道會有金銀碳派 也會對他們產生這個工作權的衝擊 可是這個地方相對不清楚 這也是比較令人擔憂的 這個做先 那第二部分對政黨的部分 政黨部分我們特別沒有引爆 因為就是我們是今年跟去年 都有看到政黨的比例 政黨對這個有比例 但是我想現在各個政黨還是都比較 或是說都比較還是聚焦在整個探定價 探稅費 甚至大家探權後天 探權交易所後天就要開始開賣 但是都比較時鐘在一點 所以我們為什麼今天記者會有呼籲說 要把焦點不只要放在企業這個地方 企業對國際的經驗很重要 但是因為在轉型 在整個進營的過程裡邊 企業的轉型會影響到老公 所以要把它取消到老公 那所以如果臨界問題 我們也呼籲各個主要政黨 也要開始把關注焦點放在老公 那剛剛那個 這個 中瑞有特別提到 其實從1970年代 1980年代 台灣就是一連串的各種抗爭 那我們不希望是說 台灣現在作為全球供應鏈 我們還在進行轉型 尤其你中央公益 其實以後都是高耗電的產業比較多 那你如果抗爭的話 其實對你的國際的品牌形象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要多來 請企業端也要多來作弄這樣子 先要說這樣回答 中央部門 中央部門沒有特別的回應 我們今天報告應該是有 國發會跟幾個單位 政府單位有四個單位有來聆聽 我想他們是來蒐集資料 那這裡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政府部門在做決策的時候 我們也是希望多能夠公開透明 那我們學界的責任就是把這個 這個調查結果發布出去 但是我想也沒有特別來做 現在國發會是根據這個 激營碳白的架構 國外成立的公正轉型委員會 那公正轉型委員會裡邊有一些運作 那其實可能也還在運作的過程 外界也不太清楚 那像戴密宗長裡邊就是其中的委員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整體的 你包括現在 因為公正轉型委員會針對不會只是老公 他針對能源 運輸 還有太陽光電溝通 非常多層面 但這個地方其實一直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說 行政單位在做這些決策 或是做決策的過程裡面 就像我們今天架構 就是說在程序上面的透明溝通 還有機制其實都還在架結 大概是這樣 收拾 那我來補充一下 那我補充一下 去年因為那個2022年3月 我們才公布今年轉型入境 去年調查11月調查 所以在還不到一年之內高達8成 應該也是可預期的結果 所以那今年降到5成 我們是覺得說 那當然就是這個大家越來越熟悉 那我想包括今年很多公司 應該是開始積極準備C-Bank跟碳水 那它的感受提升 所以我們只在觀察 就希望 當然希望這個數字是 越來越少 那就是知道這件事情越來越多 那就是企業上面越來越多 那關於中央政府 其實去年因為 我們比較 就是今年因為是選舉年比較忙 所以我們就是用記者會形式 去年其實我們是辦一個研討會 那其實國發會也是都蠻熱忱參加 去年如果找新聞 其實副主委也都有來 就是師副主委 他是國發會負責官分專心的 那我只能說政府也是非常重視這一塊 他們也都沒有說哪一個部會是特別遺漏 不想管也是沒有 但是我們像剛剛講的 這種跨部會整合的機制 我們真的是到各部會都覺得 他跨部會整合機制就非常需要協調 所以像科技部 他們就有一些自主來協調很像會議 但是當然就更希望是他們上面的 永續會這些 來未來這個大選筆定之後 有時候有一個有上了下一個整合機制 然後也就像剛剛這個 就會先進 這個公開透明的機制滿重要的 民眾也想知道 那我知道有些狀況是說 比如說這個衝擊產業它會有什麼負向的效益 剛剛我一開始提到 有時候會怕什麼民眾擔憂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就真的是 但是周老師擅長的 我們這個社會溝通真的是 真的是不會怕你先知道 你先知道有說我大概會怎麼因應 也許會有民眾會擔憂 但是你都讓人不知道 然後事情爆發了 才來會修狗療才來處理 才真的是造成一個風暴 一個風險的 惡性的循環 所以這一點還是希望所有這些研究 能用正面來面對這些復項的事情 他好好的說我們政府預備怎麼處理 他提前跟中央企業界 勞工界來溝通 我想這是我們期許 未來總統候選人的 未來的總統當選人的實質方向 謝謝 不曉得媒體朋友還沒有其他的 數據啊 或是一些政策的 那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 製作會就先到這邊 那看看大家有什麼樣子來交流 我想這個議題應該還要繼續發酵 因為氣候的議題大家越來越熟悉 勞工的議題尤其近年這個 持續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因為不然未來就會變成抗爭的源頭 或是整個制度的缺陷 這個對臺灣的進展會非常獨立 好 那我們今天自己的位置就先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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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